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地球学家罗伯特·布拉肯里奇的最新研究表明 在距地球数千光年的地方发生了大规模能量爆炸 可能已经在地球的生物学和地质学上留下了痕迹 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出版的《国际天体生物学》杂志上 研究探讨了超新星的影响 超新星是恒星的演化接近末期时经历的一种爆炸 是已知宇宙中最剧烈的事件之一 这个爆炸亮度极高 过程中爆发的电磁辐射往往可以照亮其所在的整个星系 一次这样的喷发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能释放出太阳整个生命周期所能释放的能量 当来自太空的宇宙射线轰击地球大气层时 放射性碳就形成了 通常情况下 碳14每年会有一个稳定的数量 树木吸收二氧化碳时 其中一些就是放射性碳 然而树木吸收的放射性碳量并不稳定 有时同位素在树木年轮内的浓度会突然出现尖峰 这些长达数年的峰值可能是由太阳药斑或太阳表面巨大的能量喷射造成的 布拉肯里奇的发现表明 从理论上讲 距离地球较近的超新星在过去四万年内 至少引发了四次对地球气候的破坏 如船帆座中的一颗距离地球815光年的恒星 在大约一万三千年前变成了超新星 在那之后不久 地球上的放射性碳含量飙升近3% 惊人的增长 这或许证实了此前的假设 遥远超新星对地球的潜在影响 硬刻在了树木年轮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